2080Ti 22GB显存是怎么来的 有人问了我这个问题 还有大批同学也在问另外一个问题 老板,2080Ti可以改22GB 那我的3070能不能改16GB 或者3080能不能改20GB 点个赞,让我分析给你 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技术层面回答 其实都是可以的 因为,已经有技术大牛做出来了 如果不是2080Ti 22GB这么多人用 就不会催生出这么多同类需求 那除了技术手段 把1GB的显存换成2GB的去升级 它的原理和市场需求点是什么 通过我目前大部分2080Ti 22GB显存的用户反馈 我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需求端 2080Ti涡轮卡 真的能成为所有过渡卡里面 在1500到2000价格区间最有性能优势的选择 前面,我们也测试过 阉戈版的2080Ti涡轮卡 超频秒杀RTX3070 甚至接近3070Ti的水平 但那只是残血的300核心 300A满血供电 解禁300W以上功耗 而2080Ti其实更牛 这里我们下期用横向评测 对比来科普一下 这期我们只讲22GB显存 对于2080Ti来说 原卡的11GB显存扩大到是22GB 在游戏中的帮助能有多大 有不少人给我留言 通过我的实测 发现99%的游戏中 2K分辨率不足以吃满11GB 4K分辨率有不少游戏16GB 也会有爆显存的问题 甚至有些朋友说 有些游戏就算3090的24GB 一样吃满 如果是这样的运行环境 那22GB能说在4K 或者305K高分辨率 还有一点点优势 但我相信 游戏的提升意义 应该是不大 如果有反对意见的 麻烦留言驳斥我一下 我去找一些游戏实测 看看哪些游戏 可以吃满22GB的显存 接下来是生产力应用 这类客户 目前反馈最多的 就是运用于人工智能运上 数据分析 他们更关心的是 22GB的显存 能否稳定有效 因此 我们先找到了 22GB显存 为什么能出现在 2080Ti上面的技术原因 这个很容易分析 TU-102核心 其实到2080Ti上面 是阴哥版 完整版的核心 有两张卡 一张叫RTX 624GB 另一张叫RTX 848GB 注意哈 这里的RTX6000是图灵架构 那个时候 还有Quadra品牌的时候 而不是现在的RTX A6000 或者叫A6000A 但是 这两张卡 现在依然是傲人的天价 也都是专业应用领域 曾经的王者 这也侧面凸显出了 专业卡的价值和保值 作为初代光追特性的旗舰 不论是技术参数 而是理论性能 RTX 2080Ti 都无限接近 RTX 624GB 所以 升级22GB显存 技术基础 使核心和BIOS上限 可以向下兼容22GB 其次 是三星的2GB单颗 GDDR6显存颗粒的降价 然后 才有把一张游戏显卡 拉近和专业卡性能差距的可能 虽然中间有一个 TITAN RTX 24GB 但是 这张游戏显卡 因为有信仰加持 价格 和基本看齐的RTX 3090 24GB 所以 2080Ti温伦卡升级22GB显存 显得很有信价 其次是技术特性 由于RTX架构的升级和图灵 QDA核心的效率值更高 2080Ti在运算特性上 也较更便宜的PASCA架构 特斯拉P40和P100更强 2080Ti温伦卡升级 不管是Windows还是Ninux系统下 运行的体量也更大 效率值也更高 甚至还有很多反馈给我单独设计NVLink支持 想用2080Ti组双水冷多GPU运算的 再次是渲染用户 这里包括三维工艺设计渲染引擎的 各类生产的应用 比如KeyShot C4D 3D Max CR2等 都是利用GPU渲染 疯狂吃显存的环境 材质模型 规模输出环境 都对显存提供了几乎无止境的要求 这个时候 显存就可以看似电脑的内存 CPU虽然很强 但是内存不够 中途程序崩溃 或者无法输出更高的目标结果 也足以让很多前期工作荒废 拖累项目进度 尤其是很多小微创企业 团队人力投入党 但是基础设施 追求新价值 那么22GB的2080Ti就很受欢迎 而在小视频自媒体时代 很多复习档组合的拍摄前级 对显卡的要求也是有的 越专业的视频后期 对GPU渲染要求也就越高 22GB显存 我们自己实测 多轨运行 吃满22GB显存也极为容易 那既然2080Ti可以改22GB显存 3070和3080能升级显存吗 点个赞呗 我们下次改一张3070 16GB 测试给你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22GB显存和2080Ti的一些科普 不足之处 还请多提建议哦 关注我 拍车不迷路 2080Ti水冷显卡 一年之宝 秒发上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